大家好,今天这本书叫做 Are we there yet? 作者是Alison Leicester 这是他的著名的三部曲之一吧 另外两部分别是My Farm和Imagine 今天这本Are we there yet? 是关于还澳大利亚旅行的故事 这本书中它虽然是一本图画书 却有详细的形成 当然少不了游玩的乐趣 还有冒险的经历 是从一个孩子的视角去体验 感受每个地方的特色 想象到大自然奇观背后的故事 作者用简洁优美的文字 再配上色彩丰富的图画 会让读者迫不及待地 一页一页地翻下去 想知道作者在每个地方的经历 同时呢 心中也能盼望自己能够到那个地方去看一看 去体验一下 去看一看 现在我们来看看书中的具体的内容 这是作者的形成图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是作者 住的地方 他从这个地方出发 先是往西边走 途中有这个红色的箭头 然后往北边 然后再到东边 再到南边 塔兹马尼亚 然后再回到自己的家 这是他的整个旅行路线 做者的一家 做者一家 做者一家 非常详细的 非常优美的图画 还有比较简洁的文字 这是作者和他的奶奶 在订一张地图 在墙上 以便于爷爷奶奶能够跟着他们 从地图上 看他们都到了哪些地方 出发 这一天终于出发了 他们看到的蹄虎 pelican 他们游玩把头放到大白沙的嘴中 尾到一个地方结束的时候 Billy就会说 Are we there yet? 这是他们一家 在车里都坐在什么位置 妈妈喜欢坐在最后一排 能够躺着看书 爸爸和哥哥坐在前面 这是他们到了最阿大利亚的南边 西南边 阿大利亚这个地图 这个地方像是被一个巨人咬掉一块似的 这个地图告诉我们他坐着走到什么地方了 Head of bite 这个地方是很高的悬崖 妈妈都不敢靠近 妈妈带着两个小一点的孩子站在后面 他们经过沙漠往西边走 看到的小动物 坐着想象的这些出出来的柱状的东西 地下是什么样的情况 他们在这个地方结束之后 Billy又说 Are we there yet? 他们去看Dauphin 这是坐着的帽子 他不喜欢这顶帽子 他们看到的珊瑚 这是在西澳看到的珊瑚 Turquoise bay 内陆 好面包树 好面包树 这是重名的艾利斯盐 他们到了澳大利亚的内部 内脏的位置 心脏的位置 心脏的位置 对北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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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气非常炎热 天气非常炎热 墙壁上都有壁虎 坐着很喜欢这个当地的一个市场 有很多好吃的 美味的食品 好吃的太多了 不知道怎样选择 不知道该选择哪一个 Luke钓到一条非常大的鱼 烤鱼 烤了和别的其他的CAMPER的人 一块欣赏 一块享受 看这个鳄鱼 这里他们有一个导游 爸爸妈妈和孩子们玩 Luke跟当地的一个老人 学习甩鞭子 在热带丛林里 还有大宝礁 他们在沙滩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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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准备往南 行程开始往南了 陆克剪羊毛 他们在沙滩上 他们在沙滩上 这个地图 只是他们现在到的悉尼了 现在他们到了塔兹玛尼亚 坐船到塔兹玛尼亚 塔兹玛尼亚的老虎 已经绝技了 因为下雨 因为下雨 他们在家里玩游戏 桌游 这是他们到了墨尼亚 这是他们到了墨尔本 他们回到家了 他们回到家了 小弟的还问 are we there yet? and we were home 这个就是 这整本书 这整个故事 are we there yet? 这个故事非常好 非常 每读一遍 还想再读第二遍 这个作者呢 叫 埃利森 莱斯特 是集写作与 写作与绘画于一生的创作者 他的绘画呢 也是非常细腻 丰富 百看不厌 文字优美简洁 他的 具体来说呢 他的每一本图画书呢 都值得 去反复欣赏阅读 真正是百读不厌的好书 这本尤其好 希望 你也能 读一读 谢谢 谢谢 打开 好 xxx book 年语